好 接下來我們就說明怎麼樣利用這個部落格來賺錢 因為我們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各位建造一個部落格 然後永續的讓這個被動收入產生 那你經營一個部落格 如果你長期去寫文章的話 你就會有被動的SEO的效果 就是自然搜尋啦 自然被搜尋到 那你這裡面文章呢 你當然是要寫一些跟這個教學相關的 就是說你現在想要賣什麼樣的課程 你就寫那一類的文章 看你是要去Google搜尋相關字詞 然後去搜尋相關文章做參考 或者是呢 你直接到我的部落格來Copy我的文章 當然都可以 有一個要先跟各位解釋就是 假設你去Copy我的部落格文章的話 那你要修改裡面的內文 不要全部一個每一個字都照抄 因為這會有一個不好的後果就是 Google的搜尋情如果去判斷到 有兩篇或三篇以上相同的文章 一模一樣的內容的話 你的這個SEO的效果會變差 甚至你的網站會被排除 會被秉除掉 因為他覺得這個是抄襲的 所以你的SEO並沒有加分的效果 所以如果你要去抄我的文章的話 你抄過去之後你把它改一改 好不好 好那我們現在來講一下 怎麼樣去把這個代碼插進去 所謂代碼就是我今天到這個 這個瀏覽Bud知識變形聯盟行銷 你們都已經是聯盟行銷會員了 那在底下這邊就會有個 AP聯盟會員站台 會員後台 聯盟會員的後台登入之後 你記得要先登入你的帳號密碼 因為你們是會員 你們都有帳號密碼 記得要先登入 那登入之後 點擊剛剛下面這個AP聯盟會員後台 就會跑到這邊來 那這時候你可以看這個 這個之前我們講過 那我這邊再複習一下 就是代碼的部分 代碼部分就會有 譬如說我今天想要插入這個 到我的文章底下 可以 那這個橫幅廣告的寬度是800 高度是150 那語法就在這邊 那你就可以把它複製起來 把它複製起來 那因為你登入的時候 這邊會有你自己的ID 這樣這個1是我自己 那你會有你自己的ID 你就把這一整串都複製起來 好然後呢 你就到部落格 譬如說我今天要編輯這篇文章 我到後台去選擇這個 發表文章裡面的文章 然後把它按編輯 那我在底下 譬如說這邊 記得我要插入這個代碼 所以要先切到HTML 切到HTML 然後假設你不曉得 這個HTML到底是要插在哪個地方 你在這邊先做個記號 就是我們之前講的 譬如說我希望在這邊插插插好了 然後再到HTML這邊 你去找到插插插這個位置 就是我剛剛想要把它插進去的這個地方 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直接把它按Ctrl-V 貼上剛剛那串代碼 把它覆蓋掉 剛剛那個插插插 好 然後你再按一下撰寫 回到你這個頁面來 按一下更新 我們再到前台去看一下 重新整理一下 你就看到了 這個圖片就已經出現在你這文章的下面了 那你這篇文章在撰寫的時候 譬如說我今天想要推廣微信公眾號 微信的行銷教學 那你在這邊就寫一些微信相關的一些資訊 看你要去Google找資訊找資料通通都可以 然後你去寫一篇相關的文章 或者是你直接到我們這個課程來 我們這邊有個所有課程 那假設你今天想要對微信課程 想要推廣微信課程的話 那你可以抄這段文字 這是OK的 然後譬如說我把它抄這段文字好了 然後把它貼進來 剛剛那個地方把它貼進來 跟微信相關的 按一下更新 好到前台去更新一下 好假設是這樣子 那人家看完這個跟微信相關的文章 他覺得不錯我想要 那他是不是就看到這個廣告 他就想點了 那點了之後呢 他就會連到這個購買頁面來 那一旦他下單之後 因為這後面帶的是你的ID 這帶的是你的ID 所以購買之後獎金就歸你的 就這樣 然後每一篇文章 你都可以去做不同的內容 去銷售不同的商品 那以後我們的課程會越來越多 所以你將來的部落格文章 就可以越寫越多 不同的內容 讓你那個部落格就越來越充實 然後被搜尋到的機率當然就越高 擁有一個部落格 這樣擁有你自己的一個被動收入的 ATM提款機的意思是一樣的 讓那個部落格可以永續的存在 那我們會教這個Google的部落格 最主要的用意就是希望這個部落格可以幫你賺錢 然後他又沒有其他的廣告 你看提克幫他會有一大堆雜七雜霸廣告 可是Google的部落格這邊不會有雜七雜霸廣告 好那這邊是每一篇文章底下都可以插這個方法 那當然上面這個頁面也一樣 好這個頁面你去把它做編輯的時候 一樣方法是一模一樣的 假設我今天想要推廣的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產品 好再按一下AP聯盟然後代碼 那我今天想要推廣的是 好我就直接推廣我的聯盟行銷會員好了 可以可不可以可以啊 當然可以推廣會員啊 你一樣有50%的獎金收入啊 那我們再到這邊來 我剛複製了嗎 複製一下 複製一下 然後我把它貼到最下面好了 HTML 然後把它貼到最下面 好 按鑽形 這樣在最下面 按下更新 這頁是第三頁嘛 那我們再回到前台去 回到前台按檢視網址 回到前台 剛剛是在插第三頁的地方嘛 對不對 你看那第三頁這邊 就會有這一個Banner在這邊了 很漂亮嘛 然後人家點擊這個Banner 一樣就會連到這邊來 人家這邊來下單 你就會得到50%的佣金 OK 好 那我要在右邊側邊欄呢 我們之前有講過 再複習一下 右邊的側邊欄是屬於這個 版面配置的地方 在版面配置的地方 這邊有個小工具 好 我就可以去新增小工具 然後呢 新增這個HTML 點一下 那這邊呢 就是要插入代碼了 那右邊是比較 寬度是比較窄的嘛 就是300 我之前有調310 那我們再到這個會員這邊 代碼這邊來 代碼像這個代碼 300x300 語法在下面 一樣把它複製起來 複製起來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貼到剛剛那個地方 貼到這個地方 貼到這個地方 貼上去 按儲存 好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再去 它的前台看一下 重新整理一下 你看它就跑到這邊來了 好 好 那如果你覺得說 這個 寬度超出去了 怎麼辦 好 記得我們就一樣 回到後台 好 到什麼地方 到這個主題的地方 因為它是屬於主題嘛 然後到自訂這個地方 你看這邊的預覽 出去了 沒關係 調一下就好了 好 這邊 我們來調一下這個 調節寬度這個地方 調一下 你看 我把它調到340 340 側邊欄調340 就OK了 這樣看起來就剛好 對不對 好 這時候呢 按一下套用到網誌 就是 返回blogger 返回到後台去 再看一下這個預覽畫面 正常了對不對 好 我們到那個前台去 重新整理一下 你看 這樣就正常了 好 回到首頁 你看 這樣是不是就很漂亮 你可以多擺幾個嘛 多新增幾個區塊嘛 比如說我們再新增第二個區塊好了 一樣到版面配置的地方 好 一樣新增小工具 一個區塊就是一個小工具 一樣選擇HTML 好 這是我們要插入什麼 我們今天插 我看好了 我看 我看這個 複製 然後把它插進去 貼上 主存 好 我們再到前台去看一下 重新整理 你看 這樣就兩個了嘛 那是不是 就是人家在看你這個文章的時候 比如說我點擊 人家在看你這篇文章的時候 他又看到你的側邊欄這個廣告 那點了廣告 連過去下單 你又得到50%的獎金 好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就這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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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這樣看